7月1日 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 部分港独头目水秃蓝奔逃亡国外 座内多端的港独组织如土鸡瓦狗一般不堪一击 对于香港国安法 美国明目瞻胆地表示反对 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责任 在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上 美国怂恿英国指责香港国安法 危害一国两制 对当地人权有明显影响 美英的倒行逆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遭到古巴为代表的53个国家的斥着 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权利 这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这不是人权问题 不应该在人权理事会讨论 美国和英国多年以来扶持港独势力 捞乱香港稳定发展 并在2019年徒穷必见 使出颜色革命大杀招 在香港给中国挖一个大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下100多个香港繁华团体 提供了9,652万美元的资金援助 美国一方面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污名化香港国安法的丑局 招已经被世人洞悉其嫌恶目的 凸显了其一贯的双标狗的本性 7月8日香港国家安全公署揭牌 香港正式告别了安全不设法的历史 这一果断的措施受到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 民意普遍认为立法可以让香港恢复品静和稳定 香港国安法对反华行为形成直接政策 除了机构设置等常规内容之外 在操作层面的核心要点包括 一、对学校、媒体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 必须监督管理 要通过这些渠道开展教育 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这一条款意味着 香港教育领域的乱象将波乱反正 香港教育界将补上爱国主义教育这堂课 二、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部门 该部门可以从香港以外聘请合格的专门人员 这一条款意味着内地精英将陆续地进入香港 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工作 对于香港长期被英美渗透的现状 可靠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从内地选拔 将极大的提升安全队伍的战斗力 三、任何人经判决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 即上师作为候选人参加香港所有的公职的顺举资格 这一条款实属应有之意 港独组织之所以泛滥猖狂 就是因为很多投机分子通过街头运动蛊惑名义 同时赢得了外国黑手的支持 为自己将来重振铺贫道路 是任何人或组织甚至非香港援旧居民 在特区外实施犯罪的也试验本法 这一条款第一时间就对台独形成了强烈震慎 岛上的势力纷纷撇清自己从未支持感度 当然外国势力如果危害香港安全 同样会被本法惩处 五、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 相关案件由最高检史指定检查机关检查 由最高法院指定法院审判 这一条款直接将香港法院外籍法官示意妄为 支持感毒行为重容感毒分子的权利剥夺了 绝对是大快人心 六、驻香港国安公署人员和车辆等 在执行职务时不受特区执法人员检查和扣押 他们同时享有香港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 这一条款意味着香港其他的执法机关 无权干扰国安公署办案最大程度上排除干扰 为香港反论稳定保家呼喊 客观来看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以及香港部门的建立堪称雷厉分行 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顽敌的意志击溃 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 建制派惨败于反对派 感毒势力实现了创夺渗透基层政权的阶段性目标 但是感毒的政治诉求绝不会满足于基层权力 而是一定要控制香港各主要的权利机构 目前 掌控司法权的香港终审法院 被外籍法官窃聚 立法会中建制派保持着手 特首作为中央认可的人选 作证港府 立场当然没有问题 未来 港独势力必将追究立法院多数 从而影响到特首的推选 最终实现分立的商权 近规于反华势力手中 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已经完美地化解了这潜在的政治危机 堪称神来之笔 可以称之为精准打击的点穴战 在反华势力的心目中 中国的制度永远都存在问题 制度是最好的背国侠 中国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 只有请美国来重新地设计中国的制度 甚至来统治中国人民 这个国家才能够合理地存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反华势力的共同追求 两地反华势力汗泻一气 同流合污 擅长的手段几乎完全雷同 都是美国中情局培养训练出来的高徒 他们都擅长利用谣言话术来误导公众情绪 最终转向批判中国体制 包括医疗制度 教育制度 施法制度等全方位不足 甚至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 也进行抹黑丑化 归根结底 国内和国际反华势力攻击的目标 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在他们的诉求中 只有中国共产党放弃执政权 交给美国代理人执政 中国的一切才合理 因此 2019年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严设革命预言 未来的目标 就是穿透大陆和香港的防火墙 渗透进大陆推动街头运动 感动分子黄之芬在2019年 华为251事件 就呼吁同伙在深圳 发动游行 抗议华为 这是非常典型的敌对动作 相当于 美国在进行严设革命的试探 但是中国国民 国内的民意又被251事件失裂 很多人为了所谓的真相 上创下调 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 每个人的观点态度 都是构成民意的组成部分 对于不明真相的事件 反复施加压力 显然会形成有影响力的民意 这些推波助澜的人 形成了滔滔的民意 机会被放大 去冲击堤坝 冲击防线 最后实现胜利的推强 这就是民意的可怕之处 但是民意并不是天然正确的 也不是天然客观的 而是很容易被敌人示范的信息 误导利用的 美国中情局 利用各国内部的反华势力 共同的操纵民意 制造民意 利用民意 形成滔滔的洪流 冲击国家政权 已经在各国 颜色革命中 反复的被验证 社会学中 谈到乌合之众的心理特点 大众没有辨别能力 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 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 都能够轻而易举的 得到普遍的赞同 目前来看 中国部分人群表现出来 简单清晰媒体的示威特点 很容易被美国 通过制造假新闻 误导利用 群体盲目的意识 会淹没个体的理性 个体一旦将自己 归录到该群体 其原本独立的理性 就会被群体的 无知疯狂所淹没 美国颜色革命的套路 就是利用民意 对政府形成压力 然后西方国家集体施压 使得目标国家 不管采取措施 破解美国颜色革命战略 最关键的就是 要做到三点 第一 面对西方各国 双标狗的无耻指责 不要试图进行 跨文明对话 万途的想根据西方的要求 维持文明的管理形象 很多国家就是因为 被西方普世价值的 话语权套路 拴住了手脚 必要 面对西方国家的威胁 不要在乎 是否还能够保持 与西方国家的友谊 因为这种友谊 根本分文不值 随时都可以将你出卖 事实上 英美等国 无一例是土 对于其他国家的威胁 从来都是套路 习惯了翻手 为云 覆手为雨 第三 颜色革命一旦升级 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而是敌人操纵的敌对行为 如果还当作是 内部矛盾处理 就会被敌人利用 面对危机 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 用越短的时间 控制事态 越有利于国家稳定发展 事实证明 只要事先做好三点心理准备 同时保证国家强大政权稳固 完全可以反止美国 颜色革命战略的攻击 从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的 前后过程来看 中国政府早已经看穿了 美国政客们的真面目 也已经不再对美国政府的 对华政策抱有幻想 面对顽固不化 坚持与中国作对到底的霸权国家 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犹豫不决 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 才能够控制住局面 在稳住香港局势之后 未来的目标必然是台海问题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必须实现国家统一 哪有分裂的国家 称得上是伟大复兴的呢 因此国安法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之后 未来我们面对的将是台版的国安法 制止台独仅靠反分裂法是不够的 有了国安法的揭露 将来台岛回归后 也一定能够迅速地实现 缠制久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同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Astro 行为您的支持 欢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